南法,俄罗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滨海阿尔卑斯省 就是濒临着地中海的这一片呢 连续的其实有很多市镇城市都是纸醉金迷之地 这一段呢走起来也很方便 我们从嘎那出发 就在嘎那的火车站里面呢 觉得呢排队的人还有一点多 所以呢就当时呢上了火车站的网站 然后在网站上呢买了火车票 从嘎那到盲通是两个人22块2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票是11块1欧元 这一边的要求是11块1个人 都不是10块1个人 都不是10块1个人 它是12块1个人 所以就在网站和5块1个人 现在就在网站上了火车站里面 然后在网站里面 也就是网站里面 既然是12块1个人 盲通是滨海阿尔卑斯省 东南部和意大利接壤 也就是法国境内就要进入意大利的最后一座城市 也可以说意大利进入法国的第一座城市 那这座城市也是很意大利的 我们就是掠影了一下 真是掠影了一下 就在海岸边上走了走 那海岸边上度假休闲晒太阳 娱乐赌场 其实就都很相似了 我们下期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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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